上次的バイド アッ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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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為大家釋放的就是 我們漫畫人體的一個結構的要領 一般化漫畫最大的問題就是 透視還有立體的結構畫不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去抓人體的透視跟結構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其實我們一般常常會畫的所謂的火柴人 可是這樣火柴人根本你畫不出什麼東西 你也不知道它的結構在哪邊 所以這邊我會比較建議 我們把人體變成立體圖 人體的立體圖 什麼是立體圖 尤其是上面胸部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一個四方體作為一個基礎 那我們就很清楚的知道 胸 手臂 跟身 那個背後 就是四個面 四個面之後 來 腹部我們用一個圓圈代表 那個圓柱形代表 那下面一樣 一個類似 梯形的 梯形的 梯形的立體 接著手臂跟 腳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圓錐形 圓錐形 圓錐形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來做一個講解 大家會比較容易清楚說 人的簡單身體的立體構造 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利用這個簡單的立體的一個立體圖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去翻轉我們的立體 而且也很容易看出人的身體的方向 現在我舉個例 今天我要畫一個人的動作 我們或許 會 斜的 那你仔細看 我們 鞠躬 有沒有發現說 它整個 軀幹就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這時候我們在 細部的 把所有的 所有的 細部的東西把它畫進來 那你就會發現說 人體 它就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 它的透視就會非常清楚 相對 仰角 仰角的部分 你會發現說 仰角的部分 仰角的部分 畫完之後 仰角的部分 你會發現說 很容易我們就可以抓出這個 肩 肩板的角度出現 所以說 我們 人體的構造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簡單的四方體 來做一個 肩板 曲幹的一個參考 而且非常容易抓出 它的透視的一個角度 像這邊 你看 仰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塊四方形的 仰式的一個角度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抓出 我們人體的肩板的一個厚度跟高度 一般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說 這個肩板的高度不是太高就是太低 那如果說 你利用四方體的這個方向來去抓的話 你會很容易就抓出 我們曲體 曲幹的一個方向性 這樣子對於我們在做我們人體動作 或人體姿勢的時候 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好 好